我是94年的狗 想问一下身体健康的状况 94年是吧 狗 狗是吧 是 你的血液不好 血液不好 血液啊 对 流的不好 嗯 你这一段出毛病了 嗯 听得懂吗 对 时常早上胃口不好 我告诉你 你的肠胃非常非常的不好 而且你的血液不好 影响你的思维 所以你只要想事情太多 你就疲倦想睡觉 对 我现在看你 特别当心的 就是眼睛 你的眼睛 现在视网膜 非常不好 模糊 看东西 经常会掉眼泪 对 你年纪不大 你的妇科也不好 对 啊 啊 脚 关节 年纪不大 脚关节啊 酸痛 到腰子里 一直到大腿 都会有酸痛 对 对 你要特别当心 你现在身上第一缺钙 第二 边上扶你的 是不是你妈妈 是 你妈妈掉过孩子在你身上 对 讲啊 对 听得懂吗 你现在念经吗 念 你妈妈念经吗 妈妈有念吗 一点点 也念一点点 妈妈要好好的念 妈妈身上不止一个孩子 掉的孩子 明白了吗 明白 要特别当心啊 妈妈现在也是的 身体不好 嗯 我告诉你 小妹妹 你要记住 每天早上早点起来 被晒太阳 好不好啊 好 然后呢 要多喝水 对 啊 你的肠胃现在有点揪住 所以 所以 你的大便也不好 便秘啊 肠胃 经常难受 听得懂吗 哦 脾气还很大 经常容易突然之间发无名火 对 年纪不大 还有点掉头发 对 还要讲下去吗 讲下去 啊 我身上有灵性吗 就你妈妈那个打菜孩子啊 在你颈椎这个地方 脖子这个地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以后啊 小丫头你以后穿衣服啊 不要穿没领子的 保护好自己 好 我现在看你这个图腾 你的脖子这里后面有块肉啊 就这里啊 拱出来的 对不对啊 摸摸看 对 看见了吗 自己要念小房子五十六章 把它念掉 好 好吗 你自己念不要叫你妈妈念 好 还有要泡脚 还有情绪上要控制好 因为你有一点忧郁症 对 对 我目前没得来吃药 你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 过去非常严重 对 你过去想过自杀 不想活了 对 你的自杀因为是你有恋爱上的感情问题 你才产生这种念头 开始有点忧郁的 对 还有什么问题啊 目前吃药有没有办法减少它的量 你可以跟医生商量 你可以跟医生商量 台长非常高兴的告诉你 你的药量可以减少 你可以跟医生讲 说我现在好很多 我可以减少了 你过去这个脚会抽筋 经常会抽筋 咦 怎么没对的了 对 现在你不常抽筋了 你吃的这个药 台长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就是治 你经常有癫痫和抽筋的 对 台长我想问一个王人 他叫袁来春 他是2011年过世的 姓什么 袁 袁世凯的袁 第二个什么字啊 来 来来去去的来 春天的春 对 男的女的啊 男的 袁来春是吧 是 走的时候年纪不是太大 对 五六十岁 哦 长得还蛮好的了 经常笑嘻嘻的了 很善良的 嗯 脸长长的 对 在天上 遇见天 感恩感 是你爸爸 对 我爸爸 你爸爸 哇 你爸爸手很灵巧的 会修水管 他说什么都会 好 他有点不舍得你 他说他留的东西给你不多 非常 遗憾 他没有给你留下很多东西 但是他留了一点点 钱 都给你妈了 好 那你喜欢帮他念小房子吗 你还想超度他 不用啊 不用啊 可以啦 给自己念念了 好不好啊 你吃全素了没有啊 两天 一个月两天 一个月两天 嗯 这么多啊 已经在尽量了哦 慢慢来 一个月嘛 已经这么多了 再加一天 一个月三天 好好好 好好好 好你个魂了 你至少要多吃几天啊 你要知道吗 你这个病很快会 经常会有反复的 听得懂吗 没有懂 你哪一天不念经了 你就会想不通啊 要吃少 不能许愿吃 不能吃活的 好 许愿了没有啊 没有 赶快许愿 好 永远不吃活的 好 听得懂吗 没有懂 放声没有啊 没有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再说没有 你就跟我下去了 我就不会帮你看了 否则我要帮你背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努力啦 好 你暂时先不要 在感情上 有什么纠葛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现在还是属于病人 嗯 你如果怎么谈恋爱啊 感情上 产生问题啊 你会复发的这个病的 不要听你妈妈的话 你妈妈好像来不及 要把你嫁出去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记住啦 感情问题你不能玩的 一晚你会发病的 我讲话你听懂了吗 听懂 听懂 感恩台长 嗯 其他没什么问题 好 谢谢 嗯